八点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 九点你拾磨时候放下 拾磨时候就没有烦恼 十点每一种创伤 都是一种成熟 十一点狂妄的人有救 自卑的人没有救 认识自己 相服自己 改变自己 才能改变别人 十二点你不要一直不满人家 你应该一直检讨自己才对 不满人家 是苦了你自己 十三点一个人如果不能从内心去原谅别人 那他就永远不会心安理得 十四点心中装满着自己的看法与想法的人 永远听不见别人的心声 十五点毁灭人只要一句话 陪着一个人却要签句话 请你多口下留情 十六点根本不必回头去看咒骂你的人是谁 如果有一条疯狗咬你一口 难道你也要他下去翻咬他一口吗 十七点永远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 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 十八点请你用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 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 别人就容易接受 十九点同样的瓶子 你为十磨药装毒药呢 同样的心理 你为十磨药充满着烦恼呢 二十点得不到的东西 我们会一直以为他是美好的 那是因为你对他了解太少 没有时间与他相处在一起 当有一天 你深入了解后 你会发现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二十一点活着一天 就是有福气 就该珍惜 当我哭泣我没有鞋子穿的时候 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 二十二点多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 就少一分心力反省 你懂吗 二十三点 憎恨别人对自己是一种很大的损失 二十四点 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 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 乃至于珍惜生命 不了解生命的人 生命对他来说 是一种惩罚 二十五点情 只是苦恼的原因 放下情职 你才能得到自在 二十六点 不要太肯定自己的看法 这样子比较少后悔 二十七点 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 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 二十八点 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 自己缺点的人 是可耻的 二十九点默默的关怀与祝福别人 那是一种无形的不失 三十点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 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 通常都会有错误的